胸痛是常见的心脏病发警讯 尤其女性听经后缺乏雌激素的保护 罹患疾病的风险上升 而运动心电图就是评估心脏病的常用方式 但在临床上发现 女性受检的准确度仅有50% 也因此医生建议依据胸痛状况评估检查方式 这个速度就可以了 放轻松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病患正在跑步机上 双手扶着前方的扶手 轻松地步行 透过胸前的贴片及手臂上的血压器增测 再连接到运动心电图 显示血压心跳速率及心电图 这就是所谓的运动心电图检查 也是常见的心脏病评估方法 但却不是男女统一试用的最佳方式 运动心电图其实就是在观察 我们的心脏加快速度 挑战他心脏的需养能量增加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心电图的变化 男性来讲有70%的准确率 可以侦测的出来 但是女性相对的会比较低 他大概只有50%的几率可以侦测的出来 一般而言男性罹患心脏病的比率高于女性 当中又以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 为高危险族群 但女性在进入更年期后 也会因为女性荷尔蒙降低 健康保护力随着减弱 这时患病的风险就会升高 此时若出现胸痛反应 医生就建议必须对症用法 假使你是在活动的时候 容易引起你的胸闷胸痛 那一休息下来它就改善 那这个就比较会趋向于是有心血管的问题 心脏是人类的生死之交 女性朋友因为荷尔蒙 乳房大小形状等因素 容易影响心电图结果 除了接受适当检查外 维持健康生活习惯 更是与心交好的不二法门 解释家会台东市报道